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顶条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安徽 晖州古城的排水系统 最近啊 这个古城可是在网上火了一把 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在连续的大雨中 依然能够保持地面干燥 商家照常营业 游客也不受影响 这背后全靠那古人留下的聪明材质和精巧设计 话说这个晖州古城啊 坐落在安徽的一个角落 地势挺高的 所以一般的洪水啊 很难波及到它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牛的是那儿的排水系统 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你想啊 几百年前 没有现代的排水设备和技术 老祖宗们是怎么做到的 咱们现在就来好好探索一下 首先 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很科学 它不是简单的几个水沟或者下水道 而是一整套复杂的网络 小到街巷里的石板路缝隙 大到城内的河渠和水塘 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不管雨水多大 都能迅速地被疏倒和储存起来 防止地面泛滥 而且啊 这个系统还能自我清洁 因为设计的时候 考虑到了水流的冲刷作用 所以管道里不容易堆积杂物 这样就不怕下雨的时候 排水口被垃圾堵住 导致积水了 你看看现在的很多城市 一场大雨过后 街道变河流 汽车变潜艇 再对比一下灰州古城 几百年前的东西还这么好用 咱是不是得反思一下 更厉害的是 这个排水系统 不只是为了排水 它还兼顾了景观和生态的功能 你看那些小桥流水 池塘荷花 都是利用这个排水系统 造出来的景致 这样一来 不仅美化了环境 还帮助维持了生态平衡 古人真的是太会玩了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了 小编啊 这排水系统这么牛 是不是很难维护啊 其实啊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因为整个系统都是用当地的材料建成的 所以很容易找到替换零件 而且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方便清理和检修 所以平时只要稍微注意点 就能保证它正常工作 总的来说 灰州古城的排水系统 就像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实用又美观 古人留下的这份智慧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最后 小编想说 咱们现在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快 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 但千万别忘了脚下的路和地下的管道 毕竟只有让城市学会呼吸 才能让生活在这的人们过得舒心和安心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灰州古城感兴趣 不妨亲自去走一走 感受一下那份来自古代的智慧 欢迎点赞 分享 关注 我们下次见